在美国芝加哥一个火锅店 九五后小伙张永昌 每天为500人以上的顾客表演 穿去变脸 很多外国人都是第一次看变脸 大伙的震撼反应 堪比表情包 就是看完我的表演 他们对于我们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敬仰 是比较尊重向往的那种感 让别人看了以后 他们就会感觉我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变脸确实很累也很热 一场15分钟的变脸下来以后的话 可能全身都湿了 它是全蜜蜂的 类似于你要憋气 大概5分钟或者10分钟 呼吸是很困难的 来到了美国以后的更多的是 咱们中华文化的一种风扬 我想去类似于NBA球场呀 我要这些知名的大学里表演 我的这个川剧变脸 然后让世界上更多的外国有人 看到中国的非文化国事变脸